在這個我們的 你們選擇 抽到那個主題上面呢 究竟這個主題的使用者 選出怎麼樣的使用者是比較容易跟這個主題連結 然後他們可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所以代表性這個狀態是不是代表性 還有這個距離的話 然後這邊呢這個Persona你拿到的話 我們先看你桌上那一張喔 裡面會很多東西 那這麼多東西都兩邊給大家看喔 其實我這邊有提到喔 其實Persona有很多的東西必須要填 那我這邊的Persona是比較 呃...不能說基礎 它算是完整版 就是大概該有的東西都有 那你會發現Persona的版本其實很多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案例好 大家有同學 欸這個東西給我很棒的 三個回饋的 而且我覺得蠻精準的 就是這個 呃...我們講的這個 觀光客 然後有競箱團 我來參拜的 還有所謂的藝術家 他就三個很明顯完全不同角度的角色 然後再來是可以提到一個簡單的故事 他為什麼會來這個地方 他跟這個地方的連結是什麼 這就可以幫我們快速建立一個使用者的樣貌 在那個Mongash University 他們的作法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不同國家的作法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實務大力啦 他就是比較重視在一些直徑資料的研究 或一些...呃...使用者的訪談得到的結果 我通常會放在這邊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想要讓一個角色更... 形象完整、飽滿 我會希望把它一些比較...偏好 像我剛剛跟我們聊到 欸...你們有追星 或是有看一些什麼故事 什麼韓劇或是日劇 這個就是一個...對...我對你這個角色 欸...不是...你是真實的 對我來瞭解你的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管道 欸...有關劇很猛 有證實啦 我是覺得那個人滿有趣 叫十七將志 你們有沒有看 他十二次重生的機會 裡面用那個手槍打他 沒打他也是指定 他就會回到一個人的人生 會附我 跑到一個人的生命去 但那個人最後都會因為某些狀況會死掉 然後想辦法救我這個人 那如果救我這個人的話 這個人生就會變他的 那可想的是他就會死十二次 完整就要死幾這樣子 最後一屆人生就是他的媽媽 他看到他媽媽因為他死得很難過 中間發很多事 其實這十一個人都跟他有一點關係 我覺得劇本寫得很酷 就是...串起來蠻有趣的 像這樣的做法 我通常會放比如說 這邊有這個... 比如說他是一個比較 思考跟思考的人 就是比較思考 比較理想或是思考 有人會用理想跟思考 或是思考跟思考 就是我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 還是一個比較感性的人 然後用一個bar 去做這個... 用一個scale 去分成兩個... 兩個... 兩個這個端點 你可以去做... 做那個... bar的那個... position的一個... 一個... 一個 location 定位在那個位置上 你們的... 這個... 資料來源不要再重曹 請用你們的... AIU做得很棒 很多很豐富的資料 從中去幫我選出... 你們都認同的三個... 使用者的... 那個人物制的... 目標好不好 我們先簡單選目標出來 選出來之後 大家都覺得... 這三個真的沒有 Presentive就是那個... 代表性 我們再來... 把這三個人物刻畫出來 好不好 先幫我找出來這一張好不好 這一張 然後這一張呢 請大家寫的時候 盡量用那個... 遍地貼 就那個... Stacy Notes 比較...比較方便 因為這樣就不用大家擠在頭上 你可以先寫好之後再貼上去 與這個... 思考同理使用者 怎麼去思考同理呢 就是... 我們可以用這個圖 去設計更符合需求的產品或服務方法 那為什麼會得到這個效果 是因為你可以看到張圖上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區域 那這些區域大多都是屬於感知的 感知的區 包括我們的五感 可能是說 你看到什麼啊 你聽到什麼 你在想什麼 或是感受什麼 還有你可能會說什麼 或做什麼 這都是我們的一個感受跟感知 還有我們的行為 不是明治初衛嗎 那可能明治初衛大多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可能會參拜 可能會拍照 可能會怎麼樣 他都是一個... Doing的一個... 一個Active 然後你再去想啊 痛點跟他這個恐懼啊 阻礙啊 挫折是什麼 然後進而去思考 他可能希望 針對這個PERS 你怎麼去做 對應的 他可能會希望的一些東西出來 好 那這個地方很重要 這個地方就是在 你後面要開始思考 設計的創新性的時候 會可以發生很大的作用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從早上到現在 應該說說快捷做不到現在 我們發想了一兩個小時 做這麼多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你對這個主題 越來越清楚 而且慢慢把你要做的事情 給歸納出來 最特別的地方是 右邊有個叫Trabs 這個是要趨勢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趨勢呢 其實就是 假設今天我們想要 讓現場的同學 有一些腦力激盪的 額外因素 比如說我們常常講 叫X Factor 叫X因子 我可能會丟一些議題進來 那議題是比較屬於這種 外在的影響 舉例來講 最近最紅的就是什麼 今天大家一大早來談的是什麼 地震 對 我覺得寫地震 假設現在地震頻繁發生 對於寶藏年的這個說話來講 他的這些感受 會不會產生一些變化 謝謝大家 接下來呢 我們在同理的部分 差不多就是有一個很 Coupleated Ending 就是很完整把它做個結尾了 所以你可以讓你現在貼在牆上 一個很完整的內容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下一步 就是要去定義 我們的這個問題的 在這個議題上的問題 關鍵的問題點 到底究竟是什麼 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那做這件事情呢 你前面的同理很重要 如果前面的同理 我看每一個都會做都很不錯 都很豐富 因為資訊也很多 那如果這樣資訊那麼多的情況下 我們在做定義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會比較精準一點 所以這個階段 需要匯理的使用者的痛點 藉著將使用者需求痛點 提煉成一個問題的層數 以便以後續的發展和解決 所以第一步呢 我們要先用一個工具 叫做 Journey Map 它叫做旅程地圖 你們在一些設計課 可能用過類似的觀念 他講的白話一點呢 就是我們會透過一個 類似時間軸的概念 幫我們把我們在這個使用者 進入我們這個主題議題的空間 或環境的時候 他可能會做的一系列動作 變成一個 Timeline 就是時間軸的概念去發想 然後這每個時間軸呢 它都會有一個動作 那每個動作盡量simplify 就是把它簡化 把它變成單一 變成Single 然後把它單一一點 不要讓它什麼 比如說打開蓋子找東西 那我會建議把打開蓋子 跟早期分成兩個動作 我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有一個時間軸告訴我 正確發生的一個 那個 Suddenly 那個瞬間點 或是那個 moment 它發生的那個點 如果今天用這個方式做的話 它會更聚焦 用這個方式做的 我們現在直接問 一張檢查 有時候要想要讓它做 一張檢查 她知道 一張檢查 一張檢查 你就要贖一張檢查 好快 一個小排的 水 不用借這個 然後 前面的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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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說我這邊這個案例是 兩三年前 長庚那邊有個醫學性質的設計師 那時候要做的是 高齡者的 時尚設計 長庚那邊本來就很想要做橘色產業 你們知道什麼叫橘色產業嗎 有沒有聽過 沒聽過沒關係 有聽過 橘色產業就是指高齡者的產業 就是嚴格來講 他應該是比較第一層 退休後的第三人生 他就做橘色產業 好 比如說老師 又有一個問題 什麼叫退休後的第三人生 你想想看喔 我們一個人的人生 一輩子有幾個重要階段 有沒有覺得 雖然這可能跟這有點遠 那我順便 讓大家多聽些東西 這個是一樓關 而且是比較熱門的設計議題 知道下來沒有多 你可以回到這個案件上 到今天 算是最後一張工序嗎 大家可以幫你做 準備要下班了嗎 他有一個圖上面寫 空空的 然後概念發展 這個不是老師三錯字 三到六字這樣 這是故意的 中間這個請你把你們的主題 例如說你們前面不是有選出 十個關鍵議題的 可以發展的創新點嗎 你選三個你們主員 最想做最喜歡的三個點 把它強制在這邊寫到上面去 用那個編一貼貼樣 一貼三個 如果不喜歡 你可以再換 然後換到你們三個 都滿意的結果 最後就定案 這張圖 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 或者他一個強烈的願景 應該說他想要做的目標 還有建立目標的自我實現 就是說他覺得退休之後 好像沒事幹 希望他建立一個新的自我目標 但是這樣的概念 謝謝大家 是 謝謝大家 主要